九个问题 看懂什么是国际刑警组织 什么是红色通缉令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Interpol 首先很多人有个误区 认为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是一个警察部队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Interpol本身没有调查或者逮捕人的权利 它的作用是促进全球警察之间的合作 并通过Interpol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数据库来共享有关被通缉人员的信息 在这个数据库里的人员 有可能是某个国家的警察希望审判 或者服刑的犯罪嫌疑人 Interpol通过红色通缉令和扩散通知 这两个模式来传播相关的信息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红色通缉令 另一个关于Interpol的误解 是认为红色通缉令是国际逮捕令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实际上红色通缉令只是一种电子的通知 它表明Interpol的某个成员国 正在寻找特定人的位置 寻求逮捕和有可能的引渡 红色通缉令通过Interpol的数据库 传送给每个成员国 通知中包含被通缉者的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和照片 以及被指控的基本罪行的描述 红色通缉令的最主要目的是 提醒Interpol成员国 有人因犯罪而被通缉 可能正在通过移民控制 通过Border Force 不同国家对于红色通缉令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有些国家很看重红色通缉令 认为它就是逮捕令 而有一些国家则只认为红色通缉令是一个警报系统 然而通常的结果是 一旦发出红色通缉令 往往会导致逮捕 最起码国际旅行会变得极其困难 如果因为红色通缉令而被逮捕 很有可能引发相关的引渡程序 2019年整个年度 Interpol总共发布了13377份红色通缉令 从目前实际接触到的案例来看 因美澳加新五眼联盟国家里面 加上日本 这些国家对于红色通缉令的执行力度 相对比较低 基本不管 但是需要注意 欧洲很多国家 包括法国 德国 希腊 比利时 塞浦路斯 马尔他 这些国家 对于红色通缉令的执法力度相对比较严 通常一旦进入到边境警察管辖范围以内 都会产生触网的结果 而被扣流羁押 进一步有可能引起引渡的相关法律事宜 第三个问题 什么是Diffusion 什么是扩散通知 扩散通知的程序比红色通缉令更为简单 扩散通知是请求Interpol成员国进行合作和信息共享 而不是正式的逮捕导求 然而实际上扩散通知的效果可以和红色通缉令相同 扩散通知更简单 而且可以直接传送给特定成员国或整个Interpol的成员国 第四个问题 如果我被红色通缉令或者扩散通知通缉了会发生什么 每个Interpol成员国都会受到电子警报 通知红色通缉令已经在数据库中发布 被通缉者的信息随后会传递给每个国家的地方执法机构 在某些国家被通缉者会自动被逮捕 并且面临引渡的法律程序 即使在某个国家没有自动逮捕的风险 在跨越边境的时候 这个是最容易出问题了 仍有被逮捕的风险 大多数国家的边境执法机构 要求逮捕有红色通缉令 或者是扩散通知再生的人 在某些国家需要注意的 甚至在酒店都会将客人的信息转发给地方警察 警察可以核对姓名与Interpol的数据库 即有可能加速导致逮捕 第五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被红色通缉令 或扩散通知通缉 公众可以通过Interpol的网站上的 通缉人员这个页面进行搜索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红色通缉令都会公开列出 事实上截止到2022年 仅有大概7500份有效的红色通缉令 在Interpol的官网上公开 而实际上存在的是有69000份有效的红色通缉令 如果您被扩散通知通缉 所在的国家的警察部门提出请求 每个国家的警察部门都有自己的正式程序 但是有时候个人可以通过向警察当局提出相关的请求 来获取相关通知的信息 比如说在英国你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写信给邮局 写信给政府 写信给警察 要求索取自己的相关信息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个人可以向Interpol提出请求 直接查询是否被红色通缉令 或者是扩散通知 或者说任何其他相关文件的通缉 请求应该提交给Interpol文件控制委员会 CCF CCF是最重要一个部门 它是负责确保Interpol遵守它自身的数据处理规则 向CCF提供的申请必须符合可受理性要求 CCF通常只有在发布红色通缉令 或者是扩散通知的国家允许的情况下 才会向个人提供信息 第六个问题 如果挑战红通或者是扩散通知 个人可以向Interpol提出要求 审查并删除红色通缉令 但这个过程缺乏透明度而且不简单 有可能需要几周或者是几个月 有可能在此期间 很多人已经触网 已经在边境被拘留 或者是启动了引渡程序 CCF很重要 它的决定是在闭门会议当中做出的 实际上很少有红色通缉令被撤销 根据数据显示 2016年只有170份红通被取消 申请书需要书面提交 虽然理论上讲 有权向CCF进行口头陈述 但是很少见到这个口头陈述的程序被使用 而且最重要的它没有上诉的流程 没有上诉权 因此CCF的决定是最终的 如果删除请求被拒绝 你如果有新的证据新的变换 可以再次提交 但是没有上诉权 第七 Interpol如何运作 每个Interpol的成员国 每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 都设有一个国内的叫做国家中央局NCB 各国的NCB运作方式不一样 但是它们是在各个组织国家当中的 最重要的一个联络点 Interpol由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大会管理 组织上明确有书面的宪法宪章 决策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一票制 目前有194个成员国 Interpol主席由大会每4年选举一次 执行委员会每3年选举一次 现任的Interpol主席呢 是来自阿联酋的阿哈马特·纳兹 Interpol的资金呢 主要是来自各个成员国的捐款 2021年Interpol的总预算是1.45亿欧元 其中7600万欧元为捐款 什么是CCF 很重要一个点 Interpol的文件控制委员会 它负责审查来自个人和律师的 删除红通的要求的这个请求 并确保Interpol国际刑警 遵守他自己的规则 CCF可以举行口头听众会 但是就像上面说的一样 从来没有听说过口头听众会 通常他们只接受书面的申请 CCF目前有7名成员组成 他们在Interpol里面拥有巨大的权力 因为他们是实际上 Interpol宪章和规则的唯一仲裁者 每位成员由Interpol大会选举产生 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 额外任期3年 第九 谁决定是否删除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 近年来 委员会成员由警察和安全官员组成 但是2022年3月1号起 新当选的委员会开始接手工作 新的CCF由数据处理专家或者人权专家组成 其中5名是律师 7名成员包括以下 包括比利时的数据保护专家 包括突尼斯的电子数据处理专家 还包括来自英国的少数主义和人权斗争的律师 来自黎巴嫩的国际警务合作领域的律师 来自美国的国际刑法专家 前美国司法部人权和特别检查办公室的检察官 来自法国的人权专家 其中也是前联合国人权维护者特别报告员 最后一个来自摩洛哥 高级司法检查职位的律师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大家 更多更好的了解国际行营这个特殊的组织 如果大家有任何感兴趣的问题 欢迎留言 我们一起谈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